经营的东西要传承 会不是那样的容易 那再让说 第二个因素 我们在二三十年来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生活在都会里面 我们对外面的都会以外的人 的世界以外 这叫自然 我们的经验是越来越少 那当然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发现说 我们在座 其实联系跟都差不多的 来的朋友 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一批的朋友 我们都拥有 这样的同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同样的成长 跟我们人的活动的都会以外的 这样的经验 那现在目前 面与了一个比较大文 我们如何把这样的经验 这样的体验 那透过这个陈老师 过去的一个整个的 有系统 有运作方式 我们来学习以后 还在目前的情况下 把它推广 让我们的人青一带 也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不会因为我们这几十年来的都会化的关系 让我们跟自然的情况下脱离的代表远 而让我们未来还有机会 还有可能 重新来达到一个我们所谓的人跟自然互相在哪 平常都可以互相相拥的这样的可能性 那这是我们未来在 很多人在估计这四五十年来以后 四五十年以后可能要认为最大的一个人类的问题 那所以我现在也在自己也在感受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以前跟了陈老师在山野跑的时候 是全台湾跑 跑蓝人山 跑什么台北 什么奥迪 跑玉山 全台湾都跑 每一次出去 回来以后 就是二两三百种的植物 这个林子 这个特征要在里面 里面撞 透过一份一份的标本 透过一张一张的放空片 慢慢的 慢慢在凝结 慢慢在运作 慢慢在处理 那现在回想说 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 他也没有这个愿意 因为可以去处理的事情太多 可以去运作太多 那现在目前正好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一个趋势在运作 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小区域 慢慢的慢慢去聚集去理解 那慢慢把很多东西 可以可以这么延续下去 那正好我们这边呢 就有非常多不同地方的朋友 来自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能够先关心 你的周边的环境 而且开始长期的记录 长期的运继之谅 这样的情况下 那各位没有啊 这种可能性的地方 就会开始 就会开始装备 那今天三菱书院理论 陈老师要带他来 来感受我 我那位可能叫阿里山 是他1981年 不然我没有记错吗 1981年 即使到阿里山以后 一直陆陆续续的 很多很多累积 有很多的体会 那很多的贯窜 那这个部位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大家有个机缘 来感受累积 那目前阿里山 正式也会有非常多人 住那个地方 那如何把这些东西 来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 那能够能够去处理 接下来好像要去一个合幻山 合幻山这个地方 是陈老师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研究地 那他在这个过程中 累积非常多的经验 而合幻山也是我们台湾 目前到未来 就是什么气货变迁 全球转变 我们人跟自然要去 有体验的最容易到达 最容易有很多感触的区域 那另外 大家还要去一个 南横 南横的这个区域 在未来是我们台湾 说实在电动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尤其在八八水渣以后 这个整个区域的环境的变动 那如何来透过这样一个体验 来收集这些资料 在时间跟运作 把区域缩小了以后 很多东西的体会 很多感受 很多贯穿 比较容易的能够发挥 跟能够成长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我们都能够在这个领域 在这个方向里面 还能够持续地 继续在成长 非常感谢陈老师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区域 跟我们这个天地 谢谢 谢谢